墾丁台一線幾乎沒有半台車 一路保持70公里時速沒問題 完全不像以往連假動輒塞車一兩小時 以往連續假期 車輛會到達每小時2500輛左右 那目前1000部左右 墾丁大街很冷清 除了少數抽傷有營業 餐廳旅宿店家 幾乎拉下鐵門不營業 旅宿業者從5月中就響應零訂房 很久沒有看到客人了 不論是南灣沙灘還是萬里桶海邊 都呈現有史以來最冷清的現象 這情形也出現在小琉球 知名地標花瓶岩海邊 沒有任何遊客 成了有史以來最冷清的端午連假 南部觀光景點沒人潮在往北走也是相同情形 一大早北是象山登山口 臨性遊客掛著口罩要爬山 以往連假在登山口都要排隊的熱點 如今卻很不同 凍連假大家防疫宅在家 可以看到平時最熱門的象山步道 人潮也只剩下兩成 陽明山二子坪停車場被管制無法進入 只剩各位數遊客來散步 再看看新北烏來更是半個人都沒有 就像空城一樣 各大觀光區沒有遊客 大家全力防疫 只希望能夠平安度過疫情當前的端午假期 八大新聞綜合報導